根据当地传出来的消息 在印度工作的台湾人至少有11人确诊新冠 一名49岁的阳性台积干部在郭尔冈的医院不至死亡 根据了解他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该公司有8名台积干部都曾经接种过大陆的科兴疫苗 但是其中5人仍然确诊新冠 只有阳性台积干部住进医院但是仍然不幸死亡 另外印度担任的确诊已经在1号突破40万大关 澳洲政府继美国之后宣布入境限制并且更为严厉 只要在过去14天曾经入境印度的人 从5月3号开始禁止进入澳洲 违反者将面临最长的5年有期徒刑 印度由于缺乏氧气 因此许多民众是等待医疗资源中死亡 一名印度警他不顾男性跪地的苦苦哀求 仍然把属于他母亲的氧气瓶拆下 拿去给重要人士引发公愤 结果男性的母亲只不过趁了两个小时之后 就撒手人寰 此外印度因新冠死亡的人数遭到外界强烈的质疑 美国媒体还有日本媒体到火葬场实际采访发现 遗体堆积的速度超过火化 目前各地正向印度纷纷伸出援手 除了氧气瓶开始陆陆续续抵达之外 俄罗斯也捐出15万剂疫苗 要是印度疫情不解决 全球的疫情也不会结束 记者综合报告 发行判证明 发行判证明 小比较